又出现了有政治人物发言不当 疑似歧视女性的争议 日前宜兰有一名女性消防员 遭到性骚扰 身心受创 最后被迫离职 这件事情在议会上引发了关注 有女性议员在直询台上 摆上了标语手板 抗议 消防局处理不当 没有想到兰茵的资深县议员 黄玉怡却是不满标骂 跟直言为什么不锁门呢 要引诱人家看吗 这番言论是在检讨受害者 歧视女性随即引发众怒 不仅各党都要求她要道歉 否则要罢免 就连国民党也予以严厉谴责 表示将会移送 考纪会调查 就是这番检讨被害人的言论 遭质疑歧视女性 以来现直诚议员黄玉怡 不满女议员以手满身员 遭骚扰被迫离职的女消防员 脱口受出争议言论 引发众怒 不理性的一个批判 然后甚至已经严重到 回过头又再次伤害了 当时被骚扰的女性 日前迎来一名女消防员 在寝室洗澡时 遭男同事闯户偷看 身心受伤被迫离职 事件受到议会关注 美侠黄玉怡却爆出既人言论 大批网友也有如脸书痛批 讽刺地翻出母亲节贴文 指乎歧视女性 讲什么母亲节快乐 各人家服务处地标 加上洗澡记得关门 表达怒火 黄玉怡出面成型立场 强调当天 并非单位直询 才会建议主席 裁决撤下标语 只不过随着风波扩大 国民党也强调 绝不容忍争议言论 将一送考机会调查 对此黄玉表示尊重 但也认为自己没有失言 无需道歉 记得理科业 云南报道